就像我去外国的教堂 那个有些菩萨看了结果就问他 他们呢 师父很安详 因为他们叫安息 他只能安详 坐在那边 虽然没得吃病 他就坐在那边 他不干扰你 除非跟你有仇 那我们就直接对他慈悲 就给他观想 就觉得他们好守次序 就这样 跟军队一样很守次序 因为他们的个性虽然很独立 但是能酷 但是也代表安定 那我们汉人不一样 意志很强 戏也要安装 我还在做军人 我还在做对方的太太 我还要在怎么样 他还在干扰 那就很难了 我念快一点哦 最近两年我又小背 又小大拇指 偶尔会痛 小手背 好像有人捏我 有时像挣扎我 有时候眼睛像烧 很惭愧 我本人没吃素 听了你很多佛法 不知在英国要如何写 自身的冤亲在所 哪里痛就写哪里 给他念一下三规一 做个功德 老师教我们 拍一拍 右手这张是你的牌位 这张是你的牌位 然后 这个拍一拍意思是说 你是针对他写的啦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 这是什么 有一个众生 他是 你如何帮他 你如何帮他 就像昨天 我昨天晚上 在写东西的时候 突然腰又痛了 我会想 嗯 这个是女人 这个医医要痛 然后我就 就开始忙了 我也没有写牌位 我怎样说 会了 等一下会写 我忘了 那我就开始 弄好 我就开始打坐 哇 打坐十分钟 咻咻 两个 算了 不能坐吧 意思是说 我已经答应要写了 然后你在打坐会你自己 我赶快下来写 这样 附着又跨骨上的一位 应该是女生吧 女性亡灵 写完以后做功德 三百块 每一种十块 好啊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你不理他 他给你咻咻咻 你就咻好久了 你就开始 哎呦 哎呦 筋痛 哎呦 咻呦 咻呦 咻痛 然后你就变成病了 了解吗 因为你跟他有缘嘛 所以 所以各位当然每天都要回向 上供下施回向 但有时候我会更快 点三根香 为他做 好不好 为他做 特别为他做 然后呢 他会感受到你的悲心啊 所以尽力了 再来 他在93年不小心流产两个胎儿 他的儿子至今沉迷女色 原来读台南双轨大学 也因为女孩子欺骗诈骗而自毁前途 如今开学三周 被学校通知旷课两周三个月 晚上三点半才回家 影响白天 常常欺骗父母 说话都做不到 所以他说他家庭风波不断 动荡不安 夫妻也吵架 甚至严重闹离婚 然后请法师是否跟他的流产的小孩有关系 一定有一些关系 但是不是主要的关系 你跟你儿子的关系是你过去的姻缘 跟你先生的关系也是过去的姻缘 过去的姻缘也是一种心态 所以无论如何在这方面忏悔 忏悔过去的心态 行为 堕胎 你通通忏悔 也就是这些逆境来了你就不要怪对方 也不要不耐烦 不耐烦批评都会造成夜上假夜 了解吗 事情来了 这是我的错 那我好好忏悔 我改变自己 我就慢慢回向给对方 透过这个来修行会不会成就啊 那当然会成就 那是你去抱怨 怪东怪西 甚至怪胎儿又不怪你自己 这是最恐怖的事情 所以我想胎儿当然我们也要去超度了 但是你要对自己的某一些心态 所以在这些你可能要亲近占佣法师 你不亲近他或是女众法师 他怎么知道你缺点在哪里啊 或是你的一些亲戚朋友 互相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心态动作 来 但是这个业力要靠你自己忏悔了 心态你要调整 这个忏悔也不是忏很久 是你有没有决心改过就叫忏悔 你没有决心改过你的心态 带人处事的方法 冤心在主就不会原谅你 也不是说我拜了佛华金 我拜了莲黄宝燦 他怎么还在 还怪莲黄宝燦不好 那这样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反正你现在得到的都是你过去给别人的 那你就虔诚的去消业障 心里平静 法慧功德会向乳癌末期者 及所有乳癌患者 及癌症扩散者 同享法慧功德 给他灌顶一下 甘阿佛 南无药师佛 甘阿佛 各位观想 你念药师佛 要是我的流利光 甘阿佛 甚至放生的功德 施食的功德 超度的功德都回向 所有乳癌患者 及他身上的冤心在主 甘阿佛 但是乳癌平均都是因为 我经常讲的 内心的这种压抑抱怨 就会影响身体 麦克风测试声音 请念阿弥陀佛同样效果 你要说我谁听阿 请勿制造噪音 所以啦 麦克风试音 要这样以后要改了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我们去嘎尖的目前 噢阿弥陀佛 那我们赞名试试 一二三四 这样 正式的是这样 就看他声音有没有回音 写这张的下回换你来试音 因为你这个 请勿制造噪音 你这个讲话很狠 改变一下好不好 不然你生生世世会被骂 所以讲话要柔和说 可以改变一下好听的 不能写 请勿制造噪音 那如果你做法官 我等个个个都判死刑 好 那我们要休息 他们念好了吗 因为我们 思维阿弥陀佛在帮我们修法 我认为修法念佛都很专注 很专注 好 而且特别是替我们修 他有个对象 他要更认真 好 那人都要有这个 对劲来做修行 所以我都希望他们 人的多的时候 多来修法会很认真 好 就像人多你唱歌 认不认真啊 认真 我现在坐在台上 认不认真啊 对啊 要骗各位 要骗很久啊 我很认真啊 那我骗久就会像 好 好 就是给我一个对劲 我就会认真 所以我现在一定每天 写了很多牌位 写了很多牌位 在那边念老半天 好 因为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 虽然人没有道 跟他结散圆满 用一颗心 这样最圆满 好 来 请阿妮 感谢她替我们修法 哦 然后呢 麦克风继续交给他们 我前面有一个佛牙示例 来 哦 哦 佛牙放光 加持众生 离苦得乐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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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光 你要说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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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我们什么时候要洗手 大家知道吗 吃东西前一定要 上完厕所 你如果醒鼻涕咳嗽 你的手可能会乳干净 那我们要怎么洗呢 吃搓汤口汤 吃的话就是水龙头打开 把双手弄丝再搓 拿肥皂以后要搓 搓完以后呢就是要冲水 把肥皂冲干净 再用手捧水 把那个水龙头呢 把它冲干净 最后呢 要擦干你的双手 或是烘干你的双手 报恩的野猪 这是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一个故事 阿凯原本是一个富裕人家的孩子 可是到了他这一带 家道慢慢衰败 所以没有办法 他便需要外出 做一些小生意 赚钱养家 老公 最近世道不太平 听说山贼强盗非常多 你出门在外 可要小心一点 你不要听信人家的那些传言 哪里有那么多的山贼强盗啊 更何况 我又不是一个人出门 不是还有大强陪我吗 我俩在一起 会相互照应 不会有事的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啊 嗯 希望你一路平安顺遂 不要发生状况 这样我也会比较安心的 儿子 你明天就要出发了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妈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呢 儿子啊 我们家世代心善 因此才得到上天的眷恋 积下了一些财富 可是到了你爷爷那一辈 却开始慢慢走向衰败 你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吗 不是说是因为一场火灾 烧掉了家里不少的地气银票 才导致家境衰败的吗 是啊 那场大火是烧掉了不少的家产 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从你爷爷那辈开始 家族中有了一个饥饿果的坏风气 那就是吃野味 哦 吃野味 没错 你爷爷非常喜欢吃野味 而且烹制这些野味的方式也是很残忍的 有一次他买来了一只天鹅 然后在院子里架起篝火准备烤来吃 可没想到的是突然有一只天鹅从空中俯冲下来 直奔篝火烤着的那只天鹅而去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那只天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天鹅是非常恩爱的 这两只天鹅应该是一对夫妻 伴侣被杀后 另一只也不愿意毒活了 于是朝着火堆冲了过去 冲向火堆天鹅的行为 真是让人感触良多啊 没错 那只天鹅一冲入火堆中 便立刻烧了起来 但它依旧用尽最后的力气 从窗户冲进了一间屋子里 点燃了里面的丝绸布皮 从而引发了那场大火 原来如此啊 难怪有人说 我们家道之所以败落下来 那都是因果报应 没错 都是因果报应 你爷爷 他为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杀生太多 结果导致家庭衰败 阿凯啊 你这次出去 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 多做善事 只要多多行善 就一定会得到福报 化险为夷的 是啊老公 现在外面的世道不太平 人人都说善恶有报 你一定要多行善事 保平安啊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我有机会的话 也一定会多多行善的 第二天 阿凯和仆人大强便离开家 外出进货去了 他们一路上 小心翼翼 瞻前顾后 别会有事的